大海广袂无垠,充满未知 我们也只能通过人类目前能发现的海洋生物 来对海底有个简单的判断 那么其实海滩上经常会飘来死去的水母或鲨鱼 但问题是,有时被冲刷上岸的生物却非同寻常 会让人充满黑人问号 科学家们甚至还对这些不明海洋生物进行了仔细研究 但至今仍未得出结论 你好,我是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15种被大海冲上岸的奇怪生物 你曾经在海边发现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巨型乌贼 众所周知,巨型乌贼只会生长在海洋深处 它们的长度可达9米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关于这种巨型乌贼的传说 过分拨大它们的体型 那么虽然它们没有传说中那么体型庞大 但的确比普通乌贼要大得多 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海滩上就是曾出现过这种巨型乌贼 最初这只巨贼被冲到了浅滩 而由于全身长毛脂肪 很难辨论出它就是巨贼 它已动不动的 作为充满鲜血 很明显已经死去 巨口鲨 在菲律宾的一处海滩 一只非常罕见的巨口鲨被冲上了岸 它是在海滨小镇上被发现的 这只长4.5米的巨口鲨 在被人类发现时早已死亡 是因至今未知 死前怪物 这只死前怪物是在美国的海滩上被发现的 许多人认为它是我们尚未发现的新物种 或可能就是某种外星生物 这只怪物被描述为 长有类似龙或恐龙的大骨甲 据说这个生物长达3米 巨型脂肪 2016年底 以怪无法被辨认的奇怪生物 被冲上了墨西哥的海滩 这只生物体型很大 意味着必须需要强大的草息 才能将它冲到岸边 现场的消防队说 他们无法辨认出这个生物究竟是什么 并注意到它身上也没有任何的气味 这让当场的人员费解 因为这代表它可能已经死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怪物是博有名气的不明生物之一 是在美国纽约的海滩发现的 这个生物长有奇怪的灰 爪子和眼睛 以其说它是哺乳动物 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只鸟 许多人猜测这种生物 是来自经常进行奇怪实验项目的岛上 神秘巨型眼球 一群游客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只巨型眼球 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什么 因为眼球大部分都被沙子覆盖了 他们立即联系了专业人士前来调查 许多人推测这只眼球是巨型乌贼的眼球 因为它具有和乌贼眼球相似的特征 然而经过调查后 确认眼球是已死亡或已经半盲的剑影的眼球 海藻怪物 1967年 一只长4.5米 换月1.8米的生物被冲上了海滩 当地人声称 这只生物长有白色长发和奇怪的蒋状角 他们还记得 该生物的身体两侧都长有6个不同的叶片 关于这个生物的信息并没有透露太多 后来渐渐的 整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都市传说 被大家称为海藻怪物 不明大眼鱼 几年前 沿着新西兰海滩散步的游客 发现了这只奇怪的生物 它长着长得异常的尾巴和两只大黑眼睛 该生物被认为是一只长有大眼睛的长尾鲨 它的长尾是一种守恋工具 可以用来将猎物击晕 但为何它长有大眼睛这一点尚未得到解释 世界各地的海滩都曾出现过各种奇怪的现象 据报道 许多人曾看到一只孤零零的鞋子被冲到了海滩上 他们走近 发现里面竟然还有一只脚 由于劲爆在海里的时间过长 脚和鞋子都已经浮石变形 很多人认为这是海盗在作怪 认为海盗打去转之 并绑架乘客 将他们的脚砍下 并认回海里 其他人则认为这是恶作剧 有人在鞋子里塞了某种不明的肉类 用来吓唬人们 Trunko Trunko是都市传说中的不明生物 据推测 它最早是在1920年末被发现的 曾有作者发布文章 声称自己发现了一条类似北极熊的鱼 文章报道 有人目睹了白色神秘生物 和两只虎精在进行搏斗 当时的虎精击败了这只白色生物 而它的身体漂浮在海洋中 直到它被冲到了海滩的岸边 发现该生物的人声称 该生物长13.7米 高达1.5米 不明鲨鱼物种 这只不明鲨鱼是在英国的湖边被发现的 它长有满嘴锋利的牙齿 牙齿长达1.5米 有人认为 它是一种生长过快的鰻鱼 而其他人则认为 它是某种古老的海怪 许多科学家认为 这是一种未知的生物物种 而且它还可能是这个物种里 仅存的一只 古代杂教猪 这种生物被描述为 拥有猪的身体和熊的爪子 它的尸体是在英格兰的海滩上被发现的 一位科学家声称 由于该生物有五个手指 所以它可能是一只欢 也有人推测 这只不明生物可能是一只溺水的狗 因在海上漂浮太久 导致面目全无 难以辨认 地狱之鱼 这只奇怪的鱼 也是在沙滩边被发现的 它的特性非常怪异 见所未见 尤其是它的嘴巴 让人看起来特别诡异 它长有独角兽角 体系怪异 看起来就像未知的物种 许多科学家认为 它是一条藤科鱼 但由于它的嘴巴又和藤科鱼不像 所以直到最后都没有人真正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生物 巨星水母 一群骑行爱好者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上 发现了这只不明生物 他们检查它的尸体 发现它的体型非常巨大 该生物长6米多 高5.5米 连宽度也很宽 该生物似乎有多个附属肢体 许多人猜测 该生物可能是巨型雾贼或水母 不明八尺怪 这只八尺怪 长9米高2.4米 是1968年在新西兰海滩上被发现的 它长满乱蓬蓬的头发 长度在10到15厘米 被发现时头发几乎都埋在沙子里 一位科学家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声明 称这只怪物不是鲸鱼 因为鲸鱼是不会长有头发的 科学家接着表示 它们也无法解开这只怪物的秘密 因为在人类现有人之中 并没有这类怪物的存在 你曾经在海边发现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